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實開始炒創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會做到像今天這樣子的田地 那開始就是 就是希望有一個龍南巷的代表的樂團 那從八個小朋友開始練習 慢慢的再擴充 都還是小朋友 國小 國中 高中的孩子進來 再到大學 然後慢慢有成人進來 慢慢的開始由剛剛講到到金龍路的那個大詞後面 我們就接了鄧宇賢音樂會的演出 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個樂團一個轉類點 從那時候我們開始就大編織的轉生音樂來演出 因為我們團長的目標都很遠大 因為我覺得社區樂團要到國家音樂廳 或是到傑出團隊 那是不一樣程度的東西 我們樂團有我們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各種年齡層 有喜愛的音樂的好手都在這裡頭 那怎麼樣讓大家在有限的時間內 把大家訓練好這就是 我覺得很困難的地方 畢竟音樂科系的人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醫院總監 藝術總監陳醫秀老師 就很辛苦的 我們團隊都叫做瘋狂的家練 但是每一次練習都有每次的進步 第二小節按Do 一二三 第二個小節按Do 一二三 我大概從大概七歲的時候 然後開始學小提琴 然後一開始也都是興趣 然後就跟著龍壇音樂一起練習 在來這邊學音樂的孩子都不一定是 音樂科班的 所以我們是要讓他有這個興趣 但是又要讓他有這個 有專業演奏能力 不能讓他們沒有熱情 但是又要追求那個 音樂的那種專業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還蠻辛苦的 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 我會走上音樂這條路 那時候就有參加一個比賽 然後為了那個比賽 我真的是每天都來這裡報到 然後是從晚上八點 今天到十點或是超過十點 然後 欸 結果老師都 無怨無悔而付出 然後他也沒有任何的回報 來喔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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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像沒有童年 第二個 最快樂一點喔 就是那麼 就是好像很悲哀的感覺 來 在2010年的時候加入文派愛樂 那那時候只有 國小四年級 三四年級的時候 想要看到我朋友 我想要 我喜歡這裡 所以我就會很投入在這個 這個環境裡面 每個禮拜只有團練一次 然後大堆很珍惜這個 就是疫情拉情的日子 我那時候剛學大體型一年而已 很刺激 然後就來 進來這裡 那首曲子要 刺中音譜號 然後那時候 我們只有 我只有學到低音譜記號而已 然後我就完全不會看 然後後來 因為大家都已經開始到 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就硬啦 然後旁邊的妹妹就也就是很 就是 就是這樣拉 我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 哇 我好快就把那個 刺中音譜號學起來 就是因為在樂團裡面 就是大家都會了 我不會 我就要趕快會這樣 在練樂團的時候 因為是大家一起 很多人一起演奏 這樣子 不只是自己的 自己樂器發出的聲音這樣子 就是還是要同時去聽 很多聲部的聲音 就是要可以跟別人 有默契合作 就是一定要合在一起 不管是音色還是音的速度 這樣子都要合在一起 獨奏就是一個人的演奏樂器 但是因為有練過樂團 所以會聽過不一樣的聲響 整個樂團的聲響 你可以利用在獨奏上面 詹老師很勤勞 因為一場音樂會這麼好好當當 這麼大場子都希望 可能都可以上去 那詹老師之前會把 再為這些孩子再編他適合的樂曲 那當然學生要成長 然後團的曲子也越來越難 就會慢慢地跟著一起進步 2015年我第一次帶著我的團隊 登上音樂廳 當那個遊覽車轉到 看到兩廳樂出力在那邊 哇就覺得我們成功了 謝謝龍潭愛樂管學團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這兩首曲目 第一首曲目非常的特別 這是代表我們客家精神的望春風 龍潭愛樂管學樂團 非常感念所有熱愛台灣 真愛土地的人 我們也非常感恩所有支持 我們愛樂的現場的嘉賓跟愛樂的粉絲 我們在每次的音樂會當中 一定會演出這一首望春風 來感念鄧宇賢老師所推崇的 音樂的文化跟精神 希望把這樣的精神 持續地發揚光大下去 音樂的音樂 我們在熱門外 我們在熱門外 有什麼新的音樂 我們在熱門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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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次演出完以后 陆续就开始很多的邀演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也让我们马上提升我们乐团的一个素质 那我们龙台这个乐团不管任何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完成 比如说搬乐器 我觉得音乐的演奏除了舞台上的呈现是辛苦外 后续之前的一些练习或是行政作为都是要花很多的人力 这真的是我很最感恩的地表最强后院会 这些这样我们都是无极值的一起 在孩子的练习过程以后 这样发现乐团有这样子的需要 后院会有会长副会长 也有发妆 也有行销 也有医疗 对外的新闻负责人 乐团的艺术行政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乐团 今年第十年 但是我们有八年的时间申请了社区营造跟春末化发展计划 让我们乐团能在在地的扎根 前年把垃圾车的音乐改造成我们自己来演奏的音乐 然后那一段时间这个环境清洁的机察大队 接着每天都要接到很多电话来抗议 然后当然也有很好受到很好的回馈 比如说我们开始在菜市场在释放释播的时候 整个菜市场都非常的很高兴 因为他们平常每天都听到这个 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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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开始播放《桃花过渡》 我们演奏《桃花过渡》跟《桃花开》 那是属于在地人的音乐 还有在地人的情感 和《桃花开》跟《桃花开》跟《桃花开》 和《桃花开》跟《桃花开》 每天都在地人的 都在地人的 所以都在地人的说 我常常在地人的屁股 那今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校园中生 变成在地的客家音乐 也是由我们乐团来演奏 那诸如此类很多的 我们让整个在地 让每一个农团区的我们的市民 从家里面走出来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一首属于我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唱的歌 可以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